我们今天来介绍在这个运动学里面出现的一种概念 就是相对运动的概念 那什么叫做相对运动呢 就是说两个都是运动体 那在其中一个坐标呢 去观察另外一个坐标的产生了一种错觉 我们叫做相对运动 那相对运动最具体的呢 我们用相对速度来表达它 那我们先看它的一些数学的一些解释 我们用VA向量是代表A相对于地面的速度 这个速度呢相当于就是地面的观察者 实际上它观察到A的速度 那这个VB向量呢是代表这个地面的观察者呢 观察到这个B的速度 那V的AB呢就相当于是A相对于B的速度 而这个速度呢它实质的意义呢 是观察者是在B坐标 他去观察A的速度 那他们出现的数学关系是呢 就是这个AB向量呢 V的AB向量呢 是这个VA向量呢 跟负的VB向量的两个的向量合 我下面举几个这个例子 有一个呢是实际上发生在我身上的 就是有一次呢我搭飞机 国内的航线 我的方向呢是往这个 我是从台北起飞的 所以我的航向呢是往高雄 那假设我的速度呢是 每秒钟300公尺 那对方呢的速度呢是 也是我们假设呢 也是每秒钟300公尺 所以我观察到它的速度呢 就是它相对于我的速度 就是用这个VA向量 就是对方的速度 跟我之间的速度的向量合 我们带进去来 实际上来计算一下 那对方因为是往北边 所以对方呢是300的J向量 我呢是因为是往南边 所以我的方向呢 其实是负的300的J向量 所以两个的合向量呢 其实是600 600的J向量 所以难怪呢 我当时是觉得说 奇怪 怎么从这个机窗外面看出去呢 这个速度呢怎么那么快 我心里面想说 这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快的飞机 后来转捏一想呢 原来这个就是相对运动呢 所产生的一种错觉 那第二个例子呢 我想大家可以比较容易体会 比如说 假设这个船呢要过河 这个水呢 河水呢是从西边往东边流 可是我们的船呢 一定码头在这里 好我们一定要在对岸靠岸 要过河 那船呢一定要往这个北边 因为我们知道走直线 走这个垂直距离呢 是最短的距离 那这个船长呢很有经验 他一定会把船头呢 朝向这个北偏西的方向 那利用这个河流的速度呢 这个自然而然呢 这个船头呢 就会直接往北边靠过去 都是利用相对运动的概念呢 而得到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 好那今天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